日本奈良的一座寺院 展开一场为其实天的 春季投影赏音活动 带来千年古寺的风光 通过数字科技 带游客体验独特的赏音美景 夜幕低垂 光之音从本堂外壁纷纷飘落 配合空灵的音乐美轮美奂 在约1400年前 奈良川原寺的遗址 及今天的洪福寺 开启了春季幻音之夜活动 古寺结合数字投影 吸引人们前来探访 日本佛教的初期文明 最受瞩目的 要属本堂投影的三尊佛墙 当地出土了大量方砖型三尊佛像 据推测 这应该覆盖了 过去佛堂的整面墙壁 早已消失的佛墙 以投影的方式重现 闪烁着春天的光芒 手工雕刻细腻的竹灯笼 透出樱花等图案的光影 这里是日本最古老的超经地之一 投影出的莲花和樱花 让超经场变得神秘浪漫 川原寺曾在大火中复制一具 残留的遗迹中 玛瑙基石最为著名 山茶花樱花的投影 让千余年的建筑遗迹 焕发异彩 川原寺曾见证佛教 传入而新的日本飞鸟时代 也曾作为空海大师的住所而辉煌 本次活动也是为了让人们了解这些缘故所开启的 飛鳥時代に建てられたという かなりの天地天皇が建てられたとされる かなりの由緒のあるお寺なんですね どんなお寺だったのかというのを 若い子たちにも皆様に知っていただきたく ちょっと新しいものを取り入れて 分かりやすく感じていただければなと思って プロジェクションワッピングという形で 基成了川原寺法登的洪福寺 安置着包括空海大师所雕的 平安时代的多座古老神像 他们默默守护寺院上千个春 迎接来此回顾历史和文化的后人